这边有一个在单元04里面 我有放了一个就是一个范例 业绩合并到总表 有点像之前我们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这样 合并在或者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那一般其实工作很多就是说 我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把这个下载好了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这个里面 我希望在原理员的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大概基本上就针对总共后面会有 一、二、三、三天的资料 那这三天里面的资料 希望可以快速的合并到总表里面 那里面的规则我大概说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我看比较多 花最多时间其实都在了解 到底哪一个出生的资料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首先就是说每个月 每天的S11等于是这个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总计 这个总计金额 他是希望放在这里 10号、11号、12号 OK S11的这个资料放在这里 然后呢 每个业务人员的每天的业绩 在哪里?在这边 每天的业绩 要把这个每天的业绩 从这个范围复制到这一边 用Range点Copy就可以了 Copy过来 然后把这边的资料全部都放满 然后这个是10号的 这是9号的 再来是8号的 然后大概目前只有三天 不过其实如果以后有很多天的话 基本上这个应该可以跑个回圈就搞定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也许可以先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比较快的做法 当然不是这样以图法链钢 图法链钢写是也OK的 可能写出来的程式 很多地方是资料 程式是重复的 可是要怎么样 刚好把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下一个放在它上面 下一个再放在它上面 所以有点像是什么 越来越 就是别人说 那个Sales越来越少 但是 它的那个Sales越来越多 这样怎么做 OK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刚刚写出来 程式其实还蛮短的 大概只有 一个回圈加两行程式就可以了 OK 想想看 这个程式建议 因为它这个总表 将来如果你写错VBA的话 它没有办法复原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会通常是复制一个 Ctrl鍵按住 另外一个工作表先try 然后如果错的话 至少还有一个原来的总表 还可以拿来再try 不然的话 你这个就没办法复原 做错了 等于你要只能把档案关掉重拆 不存档重开 不要麻烦 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把程式写完 大概长这样子 就是写一个sub 合并 跑的话 就一个回圈 执行一下 就OK了 应该这次就是结果了 是不是 其实真的程式不多 就一个回圈 加三行程式就搞定了 其实 如果之前写的是两行 不过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range.copy 甚至连你的格式也copy过来 所以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不要格式的话 像刚刚贴过来 变成底色是白色的 那你就变成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提过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pass special 选择性贴上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要贴上 就有选择性贴上 现在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假设 这个总表 就有点像 如果你今天要实现 像我们刚刚 这些东西 Ctrl C 它是白的 如果你贴过来的话 它应该是直接贴上的话 会变成白色的 不对 所以你一般习惯 把它变成只有直 就这样子 可是问题 这个动作该如何实现 OK 其实有个方法 录制聚集就有答案 只是录制聚集 你要看一下程式 我分享一下 怎么做的方法 跟各位讲 首先第一个 我的思考方向 第一个 我重写好了 就这样 程式不多 非常简单 原理原则就是 我跟我之前讲一模一样 第一个的话 先写for回圈 那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 从第二个到第十个 那未来 当然你这个 顺序可以再改一下 或数量可以改一下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 第二个工作表 到第四个工作表 Enter 两下 打一个再折 将来这个数字 你可以把它改成 shed.com 或者是说 自己再增减一下 ok 第二个的话 是要做什么呢 我要先把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B4 B3 B2 那来源的话 刚好是 这个工作表的S11 这个工作表的 也一样是S11 所以其实都是S11 所以你会发现 我的来源 都是后面工作表的S11 但是会变动的话 是前面的 原来总表的Sales OK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基本上 因为将来 我是以这个储存格 为主 所以我就不切过去了 所以我的这个地方 前面不用Sales 直接打什么 我将来要打一个Sales 哪一个Sales 第四列 第四列 第三 第二 所以这边如果打个4的话 假设 我们先以 这个B4 当基准 然后再B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 第i的工作表 第二个 然后的 都一样是S11 固定位置的话 就S11 当然你也可以打Sales 11.s 如果打Range 可能比较快一点 但问题来了 我如果现在 把它全部都合并过来 你会发现 它会先抓2 第二个工作表的S11 要放在这里 但是问题下一个 还是在这里 再下一个还是在这里 所以它不会往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有个关键 这个4 我怎么可以让它变成3 第一次4 第二次是3 再来变2 也就是它的数字越少 那你想说 那我是不是再多一个J 问题J 在这里 如果再让它换 太麻烦了 所以有个方法 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 用减的 比如说我要的是 这个最后是4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I这个值 I是不是 它原来是2 然后下一个变3 下一个变4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想说 一个方法 用什么 用6去减 6减掉I 有没有 6减掉I之后 如果当I等于2的时候 那它的结果 4 对不对 如果当I等于3 的话 那6减掉3 那就变成3 那再来就是4 6减掉 不就刚好是什么 4 3 2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不用再额外多一个变数了 所以特别是有的时候 如果越来越少用减的 越来越多用加的 如果你是越来越下 越来越多 那你用加的 越来越少用减的 不就这样子 你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应该可以知道的意思 只是要转个弯而已 有时候东西怎么写出来 转个弯就对了 OK 并没有说很复杂 只是说 那你可以写出来 像同学有 365个工作表 同样的代表 For I等于2到360 366 然后做一样 全部都合并过来 做的方法 一模一样 改一下而已 OK 因为都在同一个位置 前提是在同一个位置 OK 然后再来做什么 所以我们先转一下 这样如果OK 其实我按F8 先跑跑看 不要急 因为我上课是需要有时间限制 所以你们可以慢慢走 没关系 慢慢call过来 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个 100多 300多 300多 200多 那应该没问题 有没有 一个一个过来 好那再来的话 还有什么 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的这个范围 从C11 有没有 到R11 这个范围 帮我复制 有没有 复制到前面的10月 就这里 有没有 总表的10 把它贴上 但贴上 一定要选择性贴上 那我们先用之前讲 那所以道理一样 贴过来 这个程式怎么写 如果前面好像有写过 这个写法的话 基本上 我们可不可以写在同一回圈 应该可以 因为反正 就是说你只是 这个工作表 先call 这个 跟这个 然后再换下一个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所以其实是可以写在同一回圈 如果它是会跳来跳去 那就不能写在同一回圈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可以把 刚刚的动作写在下一行 那下一行怎么写 就我刚刚做 所以你如果不会写 没关系先把这个动作 Ctrl C 贴到 这个地方 C4 你可以先写这一个去数 应该懂意思吧 从哪边 有没有 所以 而且是跨工作表的 那写法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 这个是去值 去值2 所以我先打去 反正我先 先打哪一个都没关系 那我先直接打i 因为它这个会变动 的 range 哪个range呢 range 刚刚看的是 c的11 到 r的11 这个范围 帮我copy 所以点copy 到哪里 到这里 这里叫什么 sales 这边打用sales 因为等一下会变动 所以我就直接打sales 刮虎 哪一个 d 如果不会 不会怎么去加这个 你就先打 d 哪一栏 c栏 ok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就是 它现在会先把 这个 第二个的 那个范围的东西 call到这边来 然后呢 换下一个的话呢 它还是call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可以怎么改 同样的方法 改什么 这边不是有 6-i 比较好 对 所以哦 不会显没关系 先打上去 然后再思考说 那个数字应该怎么变 6-i 这样子 就完成了 那只是说 会有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清掉 对 我先清 这个 这个可以删掉 不过我建议你练习 再复制一个来 来跑 不然的话到说 里面都会坏掉 你就没办法还原 丢一个过来 顺便call一整个 那个范围的东西 call到这边来 call过来看看 all不ok call过来 有了 下一个 然后再call头 就是总额 余额 然后再call整个过来 然后再换下一个 这样子全部都call过来 有没有 ok 不过 就我刚刚讲的 会有个问题 啊 颜色跑掉了 怎么办 想说 不会再改颜色加回去 各位可以吧 只是说 当然 就是 如果不会吧 你可以先过关再说 我 剩下的问题 你就把它留 那像有些东西 即便有些问题 我也不是马上有答案的 我以前初学的时候 甚至一个答案 好几年之后才找到答案 你不要以为说 一个问题 那我没有人可以问 不像你们还可以问我 对 我可以 谁可以问 我都不知道 又去问谁 所以只能怎么样 只要有时间 就跑图书馆 跑书店 然后就找啊找啊 通常一本书 可以从头翻到尾 答案上 换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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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时候以前 图书馆 刚刚我住的地方 离书馆很近 我把所有图书馆的书 全部搬回来 那时间到了 又拿去还 过一段时间 又再把它搬回来 很认真 我那时候真的是太认真了 不过我是觉得 他不是每个人都 都需要这样吧 我是觉得有时候 慢慢整理出一套方法 反正你就套用就好了嘛 写程式也是蛮愉快的 不要像我这样子 我以前的做法是 有点 我不知道 蛮有点是那种 强迫症发作吧 其实也是有点病态 真的 现在这种方法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何 可以让它变成选择性贴账 只有值 写法 我刚刚讲 如果你没答案 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一样可以 只是说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我就直接教各位就好 那怎么做 其实也非常的 因为这个已经贴上了 我就把这个再删掉 拿这个再复制一下 因为不然的话要重来 好 那做法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 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要用选择性贴上的话 请特别注意 一定要分两行 第一行 后面就不要用什么 不要 就是直接什么 就是copy就可以了 copy有点像复制 后面的话 请你记得 就是把这个地方 后面加一个 paste special就可以了 OK 那怎么把那个贴上 变成选择性贴上 特别注意 后面 刮壶部分先把它删掉 但不是不需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delete掉 你那个提示不会出现 但是 当你已经把程式写完之后 你再把刮壶加上去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sales本身 如果你加了刮壶 它就不提示 这麻烦 所以没关系 我们转个弯 后面记得 选择性贴上 它的英文名称 一定只有pass pass 那选择 打个p 后面的话 应该叫什么 pass找到 那其实 用猜的应该可以猜出 只是我本来不确定是哪一个 不过是 我发现应该就这一个了 因为没别的了 叫什么 pass special 对 special 有没有 就是选择性贴上 所以 选择性下英文就是pass special 就这个 OK 那pass special 再来的话 后面有很多参数 有没有 这个参数有点像你贴上之后 它会有显示出来的 那请问一下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只有值 值的话 英文是什么 value 所以什么 pass value 就好了 values OK 那就这个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 大功告成 只有值 至于说 后面还有一堆参数 有没有 这个至于是什么用途 目前一直不重要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按F1 都全部查了出来 就是选择性贴上里面 所有能做的事情 这边都能做 OK 然后最后的话 记得 再把什么 把刮户补补上去 然后这边改成C 就好了 好 成事 就大功告成 意思就是 这个 这一行 其实是贴到这边来 那这两行的话是 先复制 再把它贴到这里 做选择性贴上 它会自动延伸到后面去 OK 就是这两行 所以 一个 两个 iULS 再往上 第四列 第三列 第二列 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了 理论上 思考的方向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才是不多 但是呢 都很重要 所以你会发现 写出来了 就这样而已吗 真的可以放吗 而且 以后不管 你有多少个工作表 都可以一下子 一键全部合并到总表 真的 真的不多 OK 只是再来就要看一下 你会发现 真的会写的人 每天都很轻松 不会写的人 每天真的是很疲惫 因为每天光做这种 合并 然后 复制贴 复制贴 应该就很累了 所以我们来 F1 我先一个个 先贴过来 然后再 换下一个 复制的 但是我还没直接贴 但是复制直接过来 就包含那个格式 那如果贴上只有值的话 有没有 看要不OK呢 我发现 只有值哦 他没有把白色的区域带过来 然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是下一个工作表的 需要call的东西 先call余额 再call他整个所有业务人员的业绩 OK 没有 还没配special 好 贴过来 资料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 应该没问题吧 我确定 感觉上应该 只要是一个萝卜的坑 对应关系OK的话 那就贴过来 好 大功告成 OK 程式完成了 待会的话 在程式写写写看 如果不OK的话 我也会把那个程式 贴到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OK 这样应该 没问题吧 OK 好的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问题也蛮不错的 因为我蛮想的 因为常常同学问我类似的问题 我一直听到乍听之下都觉得很简单 其实也真的很简单 可是问题是 有些同学可能就是 主要是那个变通 还有那个选择性贴唱 我都没特别讲的话 那可能同学在这部分也会是有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针对这一题 试试看 那其实工作里面有太多类似这种案例 尤其是 当然如果资料量越多 每天 甚至每个月 每一季等等 或者是每一年 那你希望把所有的资料 放在一个总表里面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报表 不然的话 你之下没过来 那怎么做后续的报表 数据分析表的功能也没办法做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试试看 请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